提得又有一個新樓盤入伙 就是帕巴尼斯利亞的Mamiya Q 項目位於成峰道23號 又會得封橫機新世界屯帝國集團合作發展 發展室開放了一座單位給我們看 那我們嘗試看一看 今天主要看是向東望遠慈海景的單位 都是一旗的樓盒 景觀是最有保證的 近望就自己的來源 遠望就內海景 市區景和山景 第一間是486呎的兩房烈士諾 進來有一個圓關 直走就有一個長型的客廳 外連一個露台 看出去景觀和高空圖看到的接近一樣 景觀就相當豐富 看回頭 廚房就是R型的設計 但入門這個位置 飯廳就顯得相當小 幸好廚房的設計總體都好用 白色的櫃面 所有家電都是內陷式的 睡房就很方正 有一個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就有內圓 再加海景 這個護形最特別是有一個草莓 可以給工人姐姐用 浴室就好奇力 有窗的 最後我們看看主人房 基本上都是一個大窗 看著內海景 景觀相當不錯 而且 房間的底部 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第二間就661呎的三房套 擺了一些架子 進來有一小節走廊位 直走就一個長型的廳 外連一個露台 擺位上都相當麗利 景觀好過先前個家樑房 直廳的布局就間隔分明 轉入走廊就是睡房區 有兩間睡房和一個洗手間 都相當麗利 最主要給大家感受一下 擺完傢俬之後間屋的情況 最後就看主人房 床就一定貼邊擺 才有位擺個梳妝桌和衣櫃 主要用浸浴 最後就是廚房 廚房是獨立式的 L型的廚桌方便煮食 有個大窗也看到海景 最後我們看看這間716呎的單邊樓 三房套連工人套 進來都是無緣關位 再走前一個大露台 看出去都是一個原池景 再加一個海景 景觀又相當豐富 我們現在就在11樓位置 景觀沒有任何遮擋 回望一個長型的下飯廳 間隔就比較分明 我們轉進來就是一個獨立廚房 這個廚房我自己比較喜歡 因為它是U字形 桌面非常多 用起來都相當方便 而且它有兩線大窗 採光和景觀都相當不錯 順著走路就是它的睡房區 廳房同向都是一樣的景觀 還有一個工人套房 如果不需要工人套房可以拆掉 它變成全家都可以 旁邊就是客廁 好企理 兩間房都是一個落地大玻璃 望出去是海景 最盡頭都是主人房 整個屋苑 這個景觀是最煞食的 還有它用了轉角窗 令到景觀更加寬 最後就看看主人浴室 好企理 它的門板後面有線窗 現時樓盤開放現樓給人參觀 最主要都是開11樓 價錢未知 相信應該有少少減風 到時再跟大家說 拜拜